在原始部落里,狩猎向来是男人的工作,他满载而归,这就是今天的晚餐,烤鱼,玛丽升起篝火,女人围坐一团,耐心地等待着 今天由男人亲自下厨,他用猪肝搭成烤架,鲫鱼的内部已经清空,不需要任何佐料,直接铺放在猪肝之上 随着柴火的不断熏烤,鲫鱼的外皮逐渐呈现金黄色,鱼肉的香味也四散开来 这个男人抓了一把野菜,这是什么植物我不清楚,只见他做成一个容器,把烤鱼放在野菜上 然后他抓起一把野菜,混着鱼肉一起吃,这种吃法和原始人相似,不需要任何调味料 他们品尝着食物最本身的味道,这个野菜有点苦,但并不影响他们的食欲 通过几千年的部落文化传承,他们深知这些植物,对他们有意无害 每个人都大快朵鱼,因为没有人愿意错过这顿美味,烤鱼大餐开始了 饱餐过后,困意来袭,他就这样洗地而睡 茅草屋里又闷又热,我就索性出来透透气,和部落人生活久了 也逐渐的习惯了这里的风土人情 太阳落山,夜幕降临,这就意味着繁忙的一天也随之结束了 然而第二天,部落里闯入一个不速之客 这个男人,竟然是玛丽的老公 哪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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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